大家好,我是金阳 咱大家一直都在问 虎牛到底怀孕没怀孕 今天是多少天的 5月6号搭配的那一脚 到现在已经40天整 咱看一下 看是粘人的 过来 抓 这是没有吃晚饭的状态 看看 看这肚子 起来了吗 有没有 这是没有吃晚饭的 我一会再给他弄点吃的 接着让他吃的吧 他现在一直就在我身边打转 粘着人 再一个就是这个皮毛 毛色也变了 也变得光亮了 我感觉他已经是带胎了 那肚子 40天了也可以给多喂一点了 等他大概后期 小狗需要营养的时候 你必须得给他多喂 一多喂 越来越明显 40天 别动了啊 我去给你拿食物去 给虎妞就开始过了40天 正式的加餐 今天头一顿吧 早晨也喂了 看晚上吧 晚上他的食欲怎么样啊 多弄一点 给我们鸡肉多弄一点 好 又开始找我药了是吧 这不是给你的 你别吃了 来来来来看点食欲 这架是你要看的话 这肚子还是带他了 哎呀 我们现在就可以 观察一下他的肚子 是不是跟这个前几天 那肚子确实不一样了 他的胸腔这块更大一些了 是不是 现在我们大家看到虎妞这个状态 就该说了 我们虎妞不会是高产母 一脚就能定前婚 这家伙 吃光了 他的食欲向来是很好的 对 他如果要是快到时间生产的时候 他更能吃 吃吐啊 吃完吐啊 到生的时候 吃完了就吐 后期咱们这一次给他后期是 马上 59天58天的时候先减量 60天整的时候 生的时候 那一天就不能让他吃饭 省得吐 省得吐在产房里边 这回确定带他了 没跑了家伙们 是不是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没跑了这回 没跑了 咱大家可以这 干啥 没吃饱 他把盆拱给我 这次可以 猜想一下我们 这个虎妞肚子里边 这次是虎皮的还是 白色的肚 还是各占一半 过来 吃饱了哈 这个兴奋度还稍微好一点 没吃饭的时候 就得要饭 来回跑呢 来回一圈 一圈 你要是在这站着的时候 他围着你转圈 蹭你 越往后的日子里边 他对主人 越来越依赖 尤其是他刚才像 一进来那个状态 就守着我 来回转圈 你一摸他的时候 他就站着 你端上了食物的时候 就不搭理主人了 要饭 我看你能出啥羊下 你 围着我转好几圈了 转转了两圈之后 接着去舔那盆子 叫明你还没吃饱呢 是吧 我们虎妞 从明天开始 就给他一天两顿吧 早晨 今天早上 不又吃了两顿吗 早晨那会给他夹了一顿 让我给你玩呢 是吧 正式夹餐 我摸一下 别动 别动 反正奶瓶微微的也有变化了 反正我估计这一脚的话 肯定是不拨的 咱就看这 看前面肋骨这一块 多粗了 是吧 这一脚 这一脚 带的不是那种十支八支的 也得有 估计得有六支 五六支呗 是吧 估计得有六支 行啊 行 天热了吗 少生一点好带 真的好带 嗯 再一个 大家也知道 虎牛这个母性 不用管 他生生了之后 你就一天牛 不放他也没事 人家就守着小狗 行了 你可以要不回去吧你 现在回去晚上直播的时候就放出来了 那活动呗 是不是 多活动 省得就跟上次生产的时候难产 这一次的话就多活动 看看他生产的时候会不会很顺利啊 期待虎牛的盲盒吧 看看具体是什么颜色啊 家人们